须骨等人纷纷点头 竟是连想都未想的赞同 拥有这样的天赋 年纪还这么轻 她日进入猿鹰大盗 根本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高傲孤觉的天之娇女林莫尔 一生之中都认为 没有人能够配得上自己 可现在看来 自己有些坐井观天了 东周这么大 出得一二个人物 算不得什么 可除了鹿臣这么个 仅仅修炼了二十年不足 便能够跟向年辉煌一战的 他自己又算得了什么 妖王府洛敏一直默不出声 眼光如炬的老人 此刻心中突然有了决断 他沉声对家族弟子长老们说道 今日之事 无论结局如何 只要他没死 不许有人去打陆臣的主意 便是为了打眼先决也不可以 从来只有家族长老会表决 才能定计的大事 此刻被洛敏一个人命令下来 其中蕴含着的深意 不言而喻 鹿臣不能得罪 他比归原宗还要可怕 欲须真人忘了忘 那坍塌还剩不下一半的灵绝风 游自接道 天机门 盖山道人叹息了一声 看了看身后两名曾经参与过秘境之行的长老 无奈道 希望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鹿臣不会翻那些旧账吧 不大一会儿 六大仙门纷纷下了决断 此举顿时将鹿臣的地位再次提升到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步 相宁阴沉着面孔 竖起的长发披散到尖头 整个人提着白光黯淡的月炉剑 愤恨地看着已经毁掉的灵绝风 一股前所未有的浓郁杀气随之攀升而起 鹿臣 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堤河 嗡嗡传遍整片灵绣山脉 老夫今日要你生不如死 九龙绕体的鹿臣 黑悠悠的眼睛闪过一丝猙獰的味道 哼 怎么打算出全力了 哼哼哼 咧嘴一笑 他的手心攥出一团黑色的火花 大眼仙爵飞速运转 九条黑火燕龙发出震天的咆哮 下一刻 尽数被其收回体内 黑煞薪火回收之后 加上九煞金单上蕴藏的所有法力真源 尽数调动而出 眨眼间 被其全部叠加在那枚主单上 地煞逆天境 再度将气势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他的双眼漆黑 全身皮肤开始鼓胀 一根根青筋鼓起 身形陡然暴涨了一寸多高 而那柄重锤赫然变得比陆尘还要高大 还要沉重 众人望之 再次变色 什么 这小子还没有拿出全部的实力 诡异的画面一幕幕上演着令人不敢再去猜夺的异样 感觉到向宁动了真火 陆尘知道 接下来将是自己最终的一战 只有一次机会的战斗 他忍受着九杀金丹法力叠加的痛苦 将全部的实力展现了出来 九枚金丹的能量将他的气势一路推向了顶点 身上的青筋一路 蕴含着磅礴的力量 而其身上的杀气 让那些修为低下的修士只削看上一眼 便有肝胆剧烈之感 死死地注视着陆尘的数千修士群体当中 一些实力低下的后背修士 看到陆尘的双眼 感受到他身上的杀气 突然之间 如同疯狂一般抱着自己的头 痛苦地呼好了起来 而一些归原宗的炼气气弟子 更是当众由内而外 不受控制的暴体而亡 血腥的味道飞快地席卷了整座山峰 如果说之前陆尘以寒雾珠瞬间动杀了 归原宗无数弟子的景象 尚且可以称为诡异的话 那么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惨烈与血腥 不好 柱基七以下弟子不要看陆尘 六大长教发现异样 惊骇不语地下达闭眼的号令 封闭六十 喊息打坐 快 场面一度混乱了起来 众修士纷纷运气先决 抵挡这股来历不明的庞大杀意 某些来不及应对的筑基初中其弟子 个个都是后背中的佼佼者 可下意识慌张过后 带来的便是让他们心神受损 鲜血狂喷 六大长教 长老纷纷出手 将自己门内的弟子一一救下 安置在一旁后 这才将惊骇的目光转向空中 气势依旧攀升的陆尘 向宁 受死 这时 陆尘终于完成了完美的提升 实力赫然达到了真正的金丹后期大圆满的境界 体内奔腾的乏力之源 使其无法控制自己杀上前去 一道道火蛇在巨大黑锤的带动之下 其力无比的杀向了向宁 好空锤 黑夜滔天 烈阳褪壁 暗淡的日光之下 陆尘双手高举好空锤 如魔神将士 威势盖天 一柄巨锤的影子将整片天空遮挡在浓浓的杀气之外 垂影顷刻间变成山月 轰然砸落了下来 向宁剑壮 终究变色 月炉剑绽放出森白光滑 带起剑影无数迎头扫出 枪 垂影一落 剑光也至 两大高手交锋 真正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陆尘只感觉到自己武内为之翻腾不已 一股股奔张的血脉 几欲夺口而出 他知道 这是自己有史以来最耗费精力的一次提升 远比那次使用本命精血 引动黑煞 新火提升到二品境界 还要来的伤害巨大 但这一招不出实在不行 陆尘心中的恨意 已经让他在登上灵秀峰之前 一步一步的安排了下来 他的目的 不仅仅是救人 还有复仇 全力示威 杀掉项宁 他知道 自己现在并不具备这份实力 但自己和归原宗的仇恨 达到了无法缓事的地步 只能以杀平息 这一步 陆尘走得很惊险 但却必须要做 转眼之间 十二锤已然落下 项宁被逼后退 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陆尘的锤劲实在太大 大到无法想象 但这 还不够 陆尘心知 项宁比任何人都不好对付 好空十二打 也许只能给他带来一点点轻伤 所以 必须将好空锤强行施展到第三层境界 方才能够让他元气大伤 哄 第十三锤 项宁爆退十丈 终于感觉到握着月炉剑的双手 隐隐产生了酸麻痴感 陆尘 你敢 项宁喝骂出声 刚要运气先决反扑过来 谁料 后空锤影竟然比刚刚快了不止一筹 又出现在自己的头顶 第十四锤 项宁险些没有握住月炉剑而撒手 并且爆退了十五丈 眼看着身后便是秀天风石柱 退无可退 项宁惊骇间拔身而起 窜于天际 旗下 陆尘猛一抬起 挥出的锤镜 借着身体在半空中的扭逝 抡起一弯斜长的半圆黑色弧线 解释上条又是四锤 这四锤 完全是将好空锤记得 节节贯穿之法衔接起来 不容停断 不可滞留 一锤挥出之时 空中陡险巨大的锤影 那崩碎空间的余波 竟是朕的身旁灵秀天风为之摇晃了起来 锤影掠智 相迎惊惧不已 上空无借力之处 只能匆忙的抛出月炉剑 强行将四道锤影击成了粉碎 此后 便是相迎也感觉到五内翻腾 有着一口鲜血就要喷洒出来 相迎飞快的截起倒夜 回收抛飞的月炉剑之后 喷出一团白雾 这团白雾中 包裹着一枚精致小巧的金丹 在其嘴角飞转了一会儿 吸收着大量的空气之中的灵气后 再次被其吞下 感觉到双臂发麻 浑身被黑气包裹 向宁怒不可遏 往下一看 只见陆尘锤势余微不减反增 脚下狠狠一探 将乌煞云堵成粉碎 轰然散开 这一借力的功夫 第十八锤终于到来 噢 向宁提表白色的气缸护照 受此一锤后 发出咔嚓咔嚓支离破碎的响声 随着响声的传出 所有人看到向宁的护体缸气 轰然破碎开来 化成了无数透明状的碎块 飞射开来 然而 陆尘的攻势并没有完成 第十八锤 让他牙银咬出血字 强忍着巨大的透支 挥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第十九锤 噗 扑的一声 月炉剑早就光滑尽效 不能再用 向宁只能拼尽全力双掌相抵 挥出平生所学的一掌 尽管如此 他还是狂喷了一口鲜血 抛飞而出 同一时间 陆尘也是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洒在无尽的深渊当中 还有一锤 陆尘只感觉到自己的头脑 已经开始出现眩晕的状态 这是法力亏空的前兆 他咬牙 晃了晃脑的 一口鲜血喷在了好空锤上 使得锤身上的渐渐消失的花纹 绽放出最后的光彩 接着这一口气 陆尘把身形怒冲到天边 看着倒退如实的向宁 拼了老命的把第二十锤挥了出去 向宁倒在灵秀峰广场上的身影 受此一锤之力 轰的一声 砸向了灵秀峰底 而陆尘则是一阵眩晕 好空锤无法拿捏的 变成小巧精致的模样 自行飞回到石海当中 这一口鲜血 让陆尘的全部法力进去 再无半点 坠向了无底的灵秀峰深渊 吴沙云 弥漫的灰尘 扯成了大片的浓雾 在灵秀绝顶扩散开来 日光重新自天空 被法力余波 吹散的白云之后撒下 照射到一片 如同迎着云雾的灵秀山脉中 显得凄迷与肃杀 雷鸣般的爆炸声 已经在浓雾弥漫之际 悄悄地散去 强者的气息 也在刺激收敛了起来 高空当中 一道道石化般的身影 或踩在飞溅上 或踏在云朵 或直接将身形淋于半空 鼠千修是目瞪口呆地 看着下方 有如残垣败寂的 归缘圣殿 雄雄燃烧在群山上的黑火 如同雷神之怒 让人为之恐惧 颤抖 结 结束了 风声从耳边刮过 鱼波的气劲仍旧让人感到寡冕如刀 阳光的温暖一时半刻 还不能将空气中的冷意驱散出去 许多修饰也依旧深深地沉浸在 刚刚那惊天动地的一战之中 接连二十道垂影的凭空出现 让人深切体会到了 何为强势 何为恐怖 浓重的黑色火焰 爆发出来的毁灭之力 足以抹杀在场的一切 山下还有沸腾的火苗 剧烈地燃烧着 将五峰绝顶的建筑 包裹在火海当中 任凭肆虐的怒风 怎么吹也吹之不散 大量的尸体横野在五峰之上 惨之 断臂 流着潺潺鲜血的肢体碎片 随着烟尘的轻轻散开 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本质 十年的隐忍 一朝得报 陆尘以无比坚强的决心 强大无匹的实力 将整个龟园宗变成了森罗的火海 虽然那些惨死的龟园宗弟子 并不是陆尘有意杀害 但因此而出现的惨案 却显得铭心刻骨 空中的修士们 脑海中还回播着陆尘高曲黑色巨锤的一幕 那又如魔神般的身形 仿佛一道烙印 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当中 放眼望去 山间底部漂浮出来的一朵黑云 上面盘坐的面孔 有着独特效益 打亮着那张脸孔 某些熟悉这张脸 主人的修饰 还依心能够回想到 十余年前出现在仙蒙城的时候 为带着青涩和懵懂的表情 谁能料到 就是眼前的这张脸孔的主人 经历了十几年的变故 却在今日完成成长 足以令当代东周大能 都惊颤不已的高手 眼观耳闻他的成长 便是六大长教 以及那身为东周第一奇才的林莫尔 脸上是不由浮现出一抹自愁 暗自星探的高手们 曾几何时都在云云 自己乃是东周高手 修真奇才 可现在与眼前人相比 又算得了什么 七大先门 七大长教 加上林莫尔 除去隐藏在东周背后的 几大祖宗级的人物之外 当以此八人为最厉害的高手 而其中相宁更是东周第一之不二人选 只是就是这个东周第一 刚刚被眼前青年 以无比强势的手段 在万众瞩目之下狠狠击败 那道身影暴露在日光之下 身后仿佛有着万道光芒呈现出来 众人知道 高手的光环 已经落在了他的头上 自此一役之后 再没有人敢对陆臣说些什么 谁都要暗自掂量掂量 得罪了陆臣之后 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下场 林莫尔倔强的目光 冷冷地盯着那道 紧闭着双目 正全力恢复中的身影 被尺轻咬着朱唇 似乎不愿意承认些什么 可随后不久 终是悠悠一叹 喃喃自语起来 唉 我 不如他 低不可闻的声音 并没有让过多的人听见 只有孙程和梁宇 为此而发现 某个小女人的心态 终是从高傲中觉醒出来 痴痴的声音响起 火苗跳动的声音还在继续着 在风中 让人余计不平 归原宗经历的种种 似乎成为一个标志 相信很多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今天发生的一切 数千修是唏嘘不已 但这时 六大长教和林木尔的脸色 却是出奇的变得凝重起来 并未有大战灾结后的松了口气的感觉 相反更加显得压抑 不对 向您没死 虚骨真人藏与袍袖中的老手 微微一抖 轻呼出声 数千人闻言 皆是骇然的 向那几乎被毁于一旦的灵袖 绝顶上看去 ited by 抢 摇托 改双 put